《三星堆考古》 《三星堆》的文明持续了一千五百多年之后 它又突然像它出现的那样突然的消失了 那么这些人究竟从哪里来 最终他们又去到了哪里呢 这个台子像阶梯状的东西呢 就是《三星堆遗址》的一个文化眼镜的一个模型展示 沙门模型 那接下来我要给它画过它的童年 然后青年 中年和老年去的 这样呢我们就方便做那个考古的工作和研究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是能够回顾《三星堆》文化的一生 对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童年时期 这大概是多少年前 这个呢是在新时期时代晚期 如果具体来的话就是在距禁4800年到距禁4100年的样子 那么这个时期呢就如同一个人的童年一样 它的一开始也是比较弱小的 那你能看到这个它这边的一些墓葬呢都是比较简陋的 比较狭小的 这些小坑呢也是比较狭窄的 那像这边这个大的坑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呢就是说到它的童年的偏晚的时候呢 它已经开始变得比较强大了 这个呢就是当时的这个房子的柱子 立柱子的那个柱洞 它这一排立出来的时候还是比较直的 比较规整的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建筑相对来说比较大型 这个比较大型 而且从这个它那个柱子也能看出来 因为它这个柱子直径是超过50厘米的 50厘米半米啊 对半米有这么大 这个应该说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大型的建筑 那么到它步入青年的时候呢 这种强大的基因就更加能够体现出来了 那么它的青年的就相当于是距禁4100年到距禁3600年 如果说放到中原地区就相当于整个二厘头时期就是下代 这个是三一队一致最早的城墙 这个城墙的宽度呢是有30米 然后高呢是有4米左右 那整个城的一个面积是40万平方米 像这么大体量的城墙呢 单靠少数人是做不出来这个城墙的 所以它必须得要能够充分支配大量的劳动力去做这个工作 所以当时肯定在这个三一队一致里边呢 有这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这样它才能有足够的劳动力去做这么大型的建筑 中年时期的 中年时期感觉好像这个城墙又有了新的变化是吗 这个城墙呢就是在这个青年时期的城墙的基础上呢 有一些扩建 那么这个扩建完的城墙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三星堆城墙的一个全貌 它的面积呢就是这个面积合围起来是有3.5平方公里 那像这个时期可以算得上是三星堆文化相对繁荣的时期了吗 对应该说是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的马上就要步入巅峰了 巅峰是在老年 大家可能觉得最遗憾的就是三星堆文化是戛然而止的 对 古城应该是最能够体现它的一个顶峰的一个状态了 那你可以看这个是经过它的青年和中年时期的建设呢 整个三星堆古城在它的老年时期是完全的成型了 形状呢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规整的 有一个大直城一个梯形的一个样子 能看到北边窄南边要宽一点 结合着这个城墙可以把这个古城呢 划分了很多一个很多区域 在这个时期就可以划分明确的区域了 能够明确地划分出来 这一城侧面上能够看出来三星堆古城呢 是说是一个文明发展到非常高的一个层面上 才会有这种现象 三星堆遗址最出名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三星堆城墙南边这两个祭祀坑 当时他们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的这些物品 为什么要埋在这两个坑里边 这个是一个让大家难以想象的这个现象 因为说如果说是祭祀神灵和祖先 那应该是非常贵这种东西 它不应该就是很凌乱地 很破碎地给它埋在这个坑里边 那岂不是对祖先神灵的一种亵渎吗 当时呢我们推测 就是这些器物呢 因为某种不可控的一个外力因素 导致呢他们这些器物被破坏掉了 那被破坏掉了之后呢 那就可能就会说这个地方可能已经不祥了 可能不太适合 不适宜生活 不适宜作为居住或者都城的场所了 整体这样看下来 我们会觉得非常鲜明 很清晰地看到了整个三星堆文化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对 这些历程是不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当时的历史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佐证 因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 我们都很难找到像这么一个连贯体现 这个文明的一个发展过程的一个遗址 这个呢前后延续两千多年 这个应该说是独一份 三星堆文明的发展脉络之后 人们不禁对这只文明的源头来自于哪里产生了疑问 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实验室里 考古专家正在对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 浮选的植物样本进行研究 期望从中找到答案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固原桥遗址发现的树 我们知道我们在固原桥遗址的一期的话 发现的是树鼠 没有水到 到了我们的固原桥二期 也就是跟三星堆一期相当的一个年代的话 突然水到就出现了 2009年在距离三星堆博物馆20公里的四川十方市城南桂园桥 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古文化遗迹 出土了大量的陶器 石奔石斧等重要文物 经鉴定这些遗存来自于5000年前 由此专家确认 桂园桥遗址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一个新石器晚期的遗址 而这次文物勘察 让一直研究三星堆文明来源的考古专家感到异常惊喜 三星堆总有一个来源 三星堆它这个文化 它的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这是一个我们要去追问的问题 固原桥恰好就在这个时间点上 就是比三星堆更早 他可以回答说 我们最早进入成都平原的这批人来自哪里 他们跟我们后来的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一点的话 我们从 就是说我们必须 必须要往早再追没了 就只有桂园桥 所以桂园桥的话 其实它对于三星堆的意义来说的话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考古学家将桂园桥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对比后发现 它们之间的技术发展有着某种延续性 这说明从桂园桥到三星堆文明是一脉相成的 它有一种非常典型的陶片吧 边缘它是成锯齿状的 我们叫的是三字型画边口岩砖 这种画边口岩的话 只见于我们的桂园桥二期 还有我们三星堆一期的最早最早的阶段 随着桂园桥遗址考古研究的深入 考古人员发现有一条线索不断将三星堆文化的源流向前推进 专家发现生活在桂园桥一期的先民是吃素和鼠的 而他们的树米种植技术则来源于比桂园桥更早的 川西北高原的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出现于距今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而它是更早的养勺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 桂园桥出了一个从村口的那个小口尖利坪 这件东西的话我们西北有 我们的那个养勺文化晚期也有 我们是能够找到一样的东西的 通过一系列考古研究 专家认为三星堆文明通过桂园桥一期和川西北的马家窑文化 进而和中原地区的养勺文化建立了联系 随着桂园桥遗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个又一个惊喜地发现 让三星堆文明的来源变得更为丰富起来 考古人员发现 从桂园桥遗址的二期开始 成都平原形成了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结构 水稻很快就占据了我们浮选出来的碳化种子的主体 这种结构的转变的话 说明在桂园桥一期和我们三星堆一期之间 有另外的一支文化进入了成都平原 并且带来了稻作农业 成都平原的水热条件是非常适合水稻的种植 所以这支文化带来的水稻 很快就取代了树鼠这样的汉作农业结构 让我们成都平原成为了以水稻为主体的农业结构 从水稻的传入可以看出 成都平原除了受从西北来的人影响之外 还受到种植水稻的人群的影响 这个水稻就出现了 而且它出现的时候它就相当的成熟了 就说明什么呢 它这个水稻的种植技术 它是从一个水稻种植技术已经成熟 比较发达的地方传入到我们成都平原的 当产量较高的水稻替代了小米后 生活在成都平原的人们食物有了保障 超大型的聚落因此形成 三星堆文明在形成之初 就接收容纳着各方文化 更为重要的是 由天然河道形成的文化迁移通道 为其日后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条件 贵远桥时期的那个气主要是平底气或是尖底气 但是到了我们三星堆时期三星堆一气的时候 那个圈竹就比较发达了 这个圈竹不是来自西北的因素 它这个圈竹还是是来自于我们江汉平原 我们能够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些文化的相似点 但是江汉平原是怎么进来的 它有两条路选 一条是顺着汉江到汉中 从汉中顺着那个后来的金游道进来 另外一支的话 很可能是沿着我们的峡江地区 沿着山峡进来 三星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山这两个王朝呢 对我们的这个成都平原都有影响 它的和 三星堆以前是没有和这种气物的 三星堆二气的时候就出现了 同时的话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那个 玉戈 玉戈还有牙章 这些东西也不是三星堆本土有的 它和我们中原就非常非常的像 通过吸收外来先进文化 三星堆早期文明得以迅速发展 在距今三千六百年至三千二百年间 三星堆步入了其最辉煌的时期 殷须出土的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有关鼠的记载 那个时候啊 很可能是那种小的那个政治团体啊 是非常非常多的 能够和山王朝有往来 并且被记载下来的是非常非常少的 鼠呢 有幸是其中之一 鼠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啊 它是离不开和周边先进文化之间的交流 它也是在不断的吸收 学习 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组器物的名字叫青铜人头像 那么这一排的话呢 是头上是一个长长辫子的人头像的造型 比如说您看这一件 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这一件青铜人头像 它有一个非常长的辫子 非常整齐的梳着 然后贴在后脑勺 另外的话呢 还可以看到人头像的头顶整个是成方形 它被称其为是方头顶的青铜人头像 那除了这种梳发辫的人头像之外呢 我们在祭祀坑还发掘出了另外一种发型的人头像 来我们前往下一个展示 除了我们刚才所看到那种梳了长辫子的人头像之外 我们在这边还可以看到这种造型的青铜人头像 它是什么特征呢 这一件人头像的后脑勺是输了一个鸡发的形象 被称其为是鸡发的人头像造型 据推测哈 这不同的发式可能是代表了当时这些人头像 他们所属的部落联盟是不一样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来自不同族群 不同部落 或者说人头像的身份跟地位也都是有差距的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一百多件人物雕像 其中有五十七件是与真人相仿的人头像 他们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群体 考古人员认为 他们不同的发式不同的官式 反映出三星堆社会是由不同身份 不同部族的人群构成的 据我的推测 三星堆的统治阶级是两个族群 一个是执掌 世俗宗教 世俗君事 这个权力的这样一个族群 另外一个族群是掌握祭祀宗教这样一个族群 以大力人像为代表的前额及两鬓薛平 后脑勺带有发簪 都在做各种宗教活动 他们是神权的所有者 代表着神权阶层 另一种则是后脑勺没有发簪 却垂有一条发辫 他们是王权的所有者 两者同时并存 王与巫 神与人 在此交融复合 可谓王巫合一 人神一体 这些神像生动反映了古蜀国先民原始的宗教意识 专家认为神权贵族的权力一直在不断地扩张 到了三星堆的末期到达了一个顶峰 这种扩张势必引起世俗贵族的不满 考古专家在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发掘的时候发现 这些器物掩埋前明显经过有益的焚烧和破坏 三星堆人在摧毁这些珍宝之后 去了哪里呢 这里呢是距离三星堆遗址约40公里的金沙遗址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域 在这里曾经出土了大量的文物 但是让人们惊讶的是 当时出土的很多的青铜器金器玉器 都形似三星堆出土的文物 两个地方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它们的出土的文物竟然惊人的相似 那这二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碳十四的断代表明 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 在年代上有着明显的成绩关系 据考证 在距今三千二百年左右 一场隆重的仪式过后 三星堆灰红的祭祀礼器 被埋进了两个土坑中 三星堆遗址由此进入了相对衰退期 与此同时 一直从三星堆脱胎而来的文化 在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地域 兴起并发展起来 金沙遗址当然面积很大 堆积延续时间也比较长 但是它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堆积 就是金沙里边出土了象牙和这个金布 还有大量的玉器 哪一个堆积我认为的是金沙遗址里边 最重要的堆积 而这个堆积呢 看得出来呢 完完全全和三星堆 两个祭祀坑的东西是野蛮相产 那么可以看到旁边展柜的 是不是觉得很眼熟 对 这也是一个青铜的丽人像 它是这么精巧的一个 对 小巧的一个 它的高度大概有多少 整个的通高是19.6厘米 正是因为它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 它跟三星堆的联系 对 它的那个首饰 应该是跟三星堆那个 一模一样的 对 同一个方向 然后上下这样的一个重叠的表现 所以它的身份是不是 也可以定位为一个 比较高级别的巫师 或者是权力的辞职者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腰间吧 腰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杆腰带 然后别的一个东西 我们认为它可能别的是 一杆这个权杖 所以体现它的身份是不一样 可能是巫师 要么是鼠王 那或者是两个身份 同时兼有的群雾之手 其实我刚才看到 它们这个发型也不一样 对 发型也是一个区别 它的这个辫子很长 好像已经都急腰了 对 但是那个大的同利人 三星堆的那个头发是竖起来的 竖起来 对 它们这种发型上的区别 又能说明什么呢 其实我们说在三星堆的话 也发现了很多的青铜的人物造像 发型也不一样 也有变法 但它是盘在这种 我们说脑袋的一圈 包括还有什么像那种冠发 树发 技发一类的 非常的多 所以我认为在三星堆 那个社会时期 其实它的这个族群 可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 有不同的族群组合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社会 这件金沙出土的小利人像 它的造型风格和三星堆青铜利人像 几乎完全一样 然而它的发饰却是变法 这与大利人像的簪发发饰完全不同 这表明到了金沙时候 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变成了变法人 换句话说 变法一族向南迁徙到金沙后 实现了神权和王权的统一 好 那么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的金关带 这个只是金关带吗 所以我发现它是外面一圈 都有很多这个发纹的 对 图案 我们说就是它上边 所刻画的图案和三星堆 对 那个好像 对 很像 它是有 也是一个弓箭 然后穿过来以后 有一只鸟 鸟 对 一条鱼 对 但是它是不是并列的两个 它是一个 对 然后这边过来 这个圆圆那又是什么 这个圆圆的话 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人面的一个表现 稍微有点那种夸张的 所以它以人面 然后再加上这个剑 鸟 鱼 我们说是一组 那整个它一圈有四组 所以其实整个这个图案 还是跟三星堆的那个权杖 黄金鱼权杖 对 金杖上边 上面的那个图案是非常像的 非常像的 那它们分别都是代表什么样的寓意呢 跟三星堆那个一样吗 有一些这个专家学者就认为 上边的鸟和鱼 可能分别代表的是 当时它们两代的一个君王 就一个是鱼府王 一个是杜鱼王 象征的这样的一个图腾 所以又认为 中间的这个剑 它可能不是射杀型的武器 有提出认为是麦穗 就是它其实是以盗作农业为基础 来发展这样的一个社会 所以其实我们都在日本 至高不上的权力的 这种代表的器物之上 又发现了同样的那个图案 图案 也就只能说明两者这些的联系 两个对 有关系 我说就是一家人了 但是金沙遗址 从出土的数量和形质上来看 远没有三星堆文明的辉煌 鲁鼠国似乎呈现出衰落的迹象 三星堆的同类的器物 体量要大 也要重 而且我觉得也要精美 工艺 好像是要高超一些 那么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文明 它有它的诞生成长壮大 我认为根据现有的发现来看 三星堆 一二号祭司坑时期 是古术文明的最高峰 任何文明 它达到高峰以后 它要开始 就要走向它的衰落 金沙就是古术文明 从最高峰开始 逐渐走向衰落过程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基地 金沙文化延续了五百多年 直到战国时期 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 秦国灭古蜀之后 古蜀国成为秦国的蜀地 金沙遗址被彻底废弃 一个古老的王国 就这样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 曾经盛极一时的三星堆文明 也成为一段传奇 融入了中华文明辉煌的历史篇章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众多文物 或许只是当年 这个神秘文明的冰山一角 有更多的历史谜团 等待着新的考古发现 去一一破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